这是北京空港中心 一辆 两辆 三辆 四辆 五辆 六辆 七辆 这个八辆 九辆 十台警车 如临大地 这就是北京 这就是北京对我们恒大财富 维权客户的这个态度 完了以后 我们在门口已经是 已经是一个中小时了 完了以后都是在雨里头 不让进 门都不让进 门都不让进 这就是恒大 这就是恒大领导 恒大领导 对我们客户的态度 大家看一看 我们几十万上百万的财富 连谈都不找我们谈 这就是他们的态度 这就是他们的态度 太可饿了 太可饿了 另外一个 他们怕我们在北京闹事 完了把我们给支到 这个天津跟石家庄去了 看到没有 大家看 这通告 这说是叫我们到天津和石家庄 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 在他们六楼的会议室谈的 这还有会议纪要 一会儿我给你们大家看看 是吧 我们进去一下怎么了 来 你把你会谈机要 那小伙子呢 会谈机要 我拍一下 哪去了 打电话去了 大家好啊 刚才这两段视频都是这个恒大在北京啊这个恒大财富理财啊维权的视频那么现在你要要是维权的话呃也不让进刚才那个第一段视频里面啊在外面等着然后还警车也来了啊也不就是也不让进那么现在还把他们分流分流到天津要不然你们去天津找谁谁或者你们到石家庄去找是呃什么人对吧 那么这警察呢就说我我们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只是维护现场秩序而已啊那那那怎么办那只能维权吗你这个这是所有现在这个录像啊这个视频放出来跟当年的就是那个一租宝那个就是这个骗局庞氏骗局一出来就是一开始是一模一样啊都是各地 当时一租宝是95万人嘛对不对然后750亿好像我我记得那现在等于恒大400亿但是数量呢就是人也不少是不是啊那么现在啊你有维权对不对 你有维权肯定就得有微信对不对啊你有有微信你就你就肯定得建群啊那么现在这个微信呢就是说啊有一些就是群组的成员就是呃透露出来说现在微信至少屏蔽了八个啊八到九个就是跟恒大相关的这个微信群那么这个群组里面就每一个群组至少就200到500人大家也知道微信微信群的上限是500人啊 那么他们在微信群里面讨论什么呢其实讨论就是这个维权还有这个组织抗议的这个事啊那么现在有的群组的成员表示就朝二星期就朝二晚上开始他们已经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微信就是发发消息了要不然就群给封了要不然就是这号给封了啊那么对于处置就这恒大这个财务的危机上来就到现在为止中国官方还没有正式表态啊 这个但是呢肯定的社交媒体这维权权肯定已经马上就马上就开始要这个封杀了啊那么现在恒地呃呃呃房地产开发商这个恒大现在他呃基本上就是他的恒大财富理财现在是就是已经到期啊没有兑付的是400亿现在就是还没有到期还没有兑付的将近是600亿等于是光是恒大财富理财这一方面基本上就是1000亿啊 所以说现在现在这个危机呢就是包括恒大集团本身这场危机让中国政府他处在就是两难的一个选择到底是让他倒还是不让他倒啊倒是怎么怎么个方式不倒是怎么个方式现在中国还在左思右想还在前后顾虑啊 政府呢他的一方面希望就是说加强对这个金融业的管控但另一方面呢就是政府他也担心恒大的危机在这投资者这供货商还有购房者嗯当中这个群体当中也发骚乱啊一旦倒了财富恒大财富呃多少金融难民倒了以后然后他的那些供货商被欠钱的那些供货商哎 又又又有多少债债主的在在里面还有一些已经交了钱然后房子还没到手的这些人嗯他们怎么办对不对啊过去这几个星期呢就很多就是房啊恒大房产还有就是金融产品的投资者在中国就是各个城镇都举行抗议活动 那么现在微信呢是大家也都知道中国人喜欢用这微信的嘛对吧微信是他们就是相互沟通交流的这个重要平平台啊那么很多就是恒大上个星期的时候很多恒大理财这个产品受害者不是在这个深圳总部这恒大维权吗有的人就当时就被警方就强制带离现场了啊那么现在恒大维权群就是这群组被封啊现在微信还有这个中国网信部 还有公安部都不予置评啊那么有就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这个群组成员他就说呢就是他们被警方已经被约谈了而且签署了一些就是那个文件就是保证以后啊不参与集会或者或者从事其他的违法活动但是他们但是呢就是他们拒绝了这个警方的要求啊你约谈我可以你让我签署啊文件保证不参与就是集会或者其他违法活动这个要求 我就是我们拒绝为什么我们本来也没有参加什么非法集会或者什么其他违法活动我们要要回来我们的血汗钱这个不可以吗啊那么现在就是说啊大家也也也都知道就是说这恒大不仅是恒大这个事儿出来以后他开始管控媒体 从习近平上上来以后中国政府一直是加强这个网络媒体这个管控啊社交媒体啊还有运营上啊有的时候就定期的或者定期的对这个反政府的内容啊进行审核还有删除啊你一旦发现有什么呢 内容啊或者直接跨省啊要不然请你核查要不然就是什么危害社社会稳定啊动不动就就这就给你封号就封号封贴的啊封群对吧 这到现在的呃到现在为止这反正好恒大到底是这何去何从现在就是还没有还没还没有一个定论啊现在你知道恒大债务的危机不仅仅就是影响到国内 那现在国际上啊现在都都都连锁反应的你以为这是国内不是的现在美联储官员都已经约谈这个几个就是啊美国的几个大银行对着恒大集团说如果你恒大集团一旦倒闭啊你要 评估一下那个风险敞口大家知道什么叫风险敞口也就是你一旦倒闭的话你这个风险对你过这几大银行就是有没有风险有没有就是他这个啊如果有风险这个风险就到底有多大也就是你的风险承受能力就进行了这个质询啊 那么现在就是啊还与其他就是全球监管机构一起审查就是那么恒大这个债务危机可能带来的就是这个国际性影响 现在就是因为恒大他现在就是啊两万将近两万亿的负债现在已经是让恒大陷入困境了他现在手里没有现金他现在现金资源就已经完全枯竭啊 那么这个美联储呢就像银行他就就美国这个几大银行他摸底啊他就是他就是以这个防范金融稳定面临的任何风险啊 你看美国他也美联储就是他也就是在担心如果恒大一恒大一旦倒掉了的话啊那么这几大银行会不会被波及到啊如果被波及到里面现在就是金融就是危机这个风险的风险的承受能力到底有多大这就也就是所谓的风险厂口评估啊 呃香港的金管局也要求当地的银行报告就是跟香港就是跟这恒大相关的风险啊 因为什么因为恒大他是现在中国最大的高收益美元债发行人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现在如果恒大一旦倒掉的话到底是说啊波及的面到底有多广啊 啊好了这段先说到这吧就是反正大家多保重吧如果要是有恒大的朋友 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在这个贴子下面留言可以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啊好吧都多保重啊别着急啊